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种军务上的改革你有如何评价呢 八国联军呢推动了慈禧进行新政 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改革内容就是新军 废除了他废除了五科举制度这点很重要 刚才我们谈到曾国藩乡军将领都是一些文人 实际上现代火器不需要传统的武将 都要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 终生都在练了十八般武艺 或者一个人活活泪化哪有精力去研究别的东西 战术战略哪有精力去阅读 实际上很多时候甚至中国有些朝代的武将几乎都不是字 是很荒诞的或者只是一点字 因为实际上武将你首先你要有文化才行 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将领如果没有文化的话 不知道武精中外 不知道这个历史 不知道各种世界各国的战术 不知道不能够迅速移结新的武器装备 那你怎么打仗怎么带兵 你不是糟蹋人们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废除无拘 然后建立这个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军 他在建立新军的时候最主要的是 他用的全部是新人 而且是以留学生担纲 就是说他各省都是那些主要的人 或者具有新派思想的人 或者是阳市学堂的一毕业的 可以这么说 他用的全部都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 那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 担任担纲他的新军 这样的军队呢 慈禧之就体向慈禧这个胆略 不拘一个匠人才 就是以前的龚志正曾经发问这个 我愿天宫冲毒素 不具一个匠人才 人才匠了 谁匠来的呢 西方人培养的 八国联军带来的 慈禧之心的 所以新军呢 迅速的呢 就是膨胀起来在中国 这个新军呢 也就注定了 这个新军的这个改革呢 慈禧当然不会想到 这个新军的改革实际上是 会给他带来指令的威胁 因为呢 新军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汉人 而且呢 这支军队呢 基本上 尤其是单纲的 所以你看后来 新汉革命 汉人造反的时候 几乎是一虎百云 很简单 因为他们思想都相同 很多人家蔡厄 蔡厄 当时在云南小学堂 担任这个校长 就相当于 这个整个云南一省的军官 都是他的这个学生 这很得理由 你想想 而且呢 蔡厄厄呢 是老同盟会会员 全国各地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包括阎锡山的时候 阎锡山倒霉 受到重用 但是中国呢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新军将军 实际上都在外国有留学 甚至都是同盟会会员 而且呢 慈禧从来都不认他们的这个出身 只要你 就是有人推举保举 就可以任意担任重挠之力 你现在再去看看共产党 你说你在海外军校里 留学几年 参加过民营 参加过民主党 你回去以后想当个 就慈禧的时候 这样的人都能给你升到 这个司令员军长的这个位置 比方你当市长军长 你想当个派长 恐怕都不可能 现在是这样 共产党那时候也是这个样的 都是给你严格的政治审查 共产党更是查你的祖宗八代 所以共产党呢 跟慈禧的兄弟怎么能对比呢 慈禧的时候 你比如说他还有一个 行政是最明显的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 中国只有一个时期呢 他有一个外国人管理一个政府部门 他不是管理一支军队 管理军队是中国历史上有 他借助一支军军 但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中国跟外国交往的一个部门 就是海关这个部门 唯一也就是发生在慈禧时代 就是英国人赫德 赫德其实是爱尔兰人 然后呢 他搭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师 也就相当于海关关长 长达五十年之久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当五十年之久的中国的这个海关关长 中国海关交给一个英国人来管理 而且他的官不受任何战争的影响 就是英中就是联军第一次 1860年对中国打了几年仗 包括中日战争 八国人都没有影响这个人管理的海关 这就由此可见此起的开明程度了 你在现在看看 中国的领导人有这么开明吗 他会把这个海关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 交给一帮外国人管理吗 而且赫德用的主要 底下的主要的干将也都是一个外国人 因为赫德一开始也用中国人 但是他发现中国人 不是贪污就是 面前人就是亲戚朋友 因为中国人都很狡猾的 他会通过各种人家的亲戚关系 找到他网开一面 就人情世故往来等等 请你去吃喝 请你去嫖赌 暗地的向你输送利益 最后呢找你帮个忙 放这一场货吧 中国的这个海关的这个负责通目 就会悄悄的网开一面 而且你只要有一件事情 就会有时间 就会有100年 所以赫德呢 总结出一个经验 就是说呢 不能让这个中国人当这个高级官员 只要这个 中国人只要如果是不当高级官员的话 你看那个当时的中国的海关是世界上最连接的海关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呢 慈禧呢 还让袁世凯在北京 进入一个一支这个巡警队伍 只有6000人 那时候北京的人口已经有 大概有七八十万了 八十万左右吧 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说 一旧新海革命之前 那时候的北京的巡警 中国的海关都是世界上最迁绵的这个队伍 6000名巡警就把北京城管得井井油条 你看现在北京还有十几万警察 北京仍然是混乱不堪 北京十几万警察都不是 二十万都不是 加上各种便宜可能有三四十万 乱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的各部门的这个队伍 都管不好北京 还搞什么单算好现行 天安门广场还整天弄了那些 那么多的几百几千人在那里 就把整个抓人 那时候就6000名巡警就把北京管得井井油条 完全是按照西方的制度 租金的制度 因为租金一切都把它弄好了 照办就协了很艰难 而且全国各级大量的真正的医院大学 也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因为中国以前 现在人很难想象 中国以前没有一所大学 没有一所中学 甚至没有一所小学 OK 没有一所医院 甚至只有那些私人的江湖郎中 在那个地方骗人 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交通 没有一条道路 没有车辆 没有能够 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 既发明不了 也学不会赚像族 赚像族也是西方人呆 所以说呢 此起的这个新政呢 应该是内容包含多方面的 而且他军队的这个改革 他用上国学堂的人 这点是很耀孕的 上国学堂的人是知识分子邻居 就等于让知识分子邻居 你看现在中国军队是允许知识分子邻居吗 他允许你知识分子到军队里面去吗 不允许的 你就是包括他左派知识分子 他也不允许你去承管军队的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永远有一个原则 就是让人没有文化 像身口一样愚昧的来管理军队 毛泽东时代你看 他说我男友 徐世友 本友 陈希莲也够了 徐世友就是一个文盲 到死都是一个文盲 毛泽东时代真正的核心统治集团 成员都是一些文盲 包括他的警卫员王东兴 后来能做这个副主席 老王他们就使几个字而已 看得到哪儿 别的都不懂的 为什么他用文盲来管理军阳 因为文盲服从 因为文盲只有跟皇帝结成私党 他才能够生存 否则别人就会嘲笑的拍挤 他受到拍挤 就必须说你是一个皇帝 我是一个文盲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危险 我只有像做你的狗 像狗一样忠诚 你才能给我社会地位 其他人才能不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说呢 慈禧这一点就改变了 但是慈禧从来没想到 正是他造的这个良点 实际上这个死学家一致公认的 所谓辛亥革命 不过就是辛云暴动 加上执意与响应 OK了 清朝就这么就结束了 而这两个东西是随时造就掉 慈禧不是别人 其他人能建立吗 你现在在任何人在国民党的体制下 或者现在在共产党的体制下 或者在北洋体制下 会有人去造出来一支 可能反对他的王朝的新军吗 会有人去建立 就把权力还给人民 去允许各式的精英在一起开会吗 不会 所以呢 古今中 自无以来 两千年来 慈禧是唯一把权力还给人民的 统治者 是中国呢应该说是最聪明的一个统治者 智商最高的一个统治者 而且呢 推动了中国一百年来变化的根本的推动 就是他因为他建立了这两样东西 其他当中他建立的也很多 包括非兵权力 但是呢 他真正对中国政治变化的 把他终结了大清王朝的统治 并且把这个政权还给 占大多数的汉人 按照民主原则还给汉人 就是因为他推行了两个 一个呢是让汉人精英 可以坐在一起开会 第二个呢是 让留学生 让具有新思想的留学生担纲 领导新军 这两条就已经注定了大清王朝 注定要不行 要灭亡 如果慈禧在 当然这两者对他够不上威胁 因为他已经统治中国四十多年了 中国人心目当中对他充满了 但是慈禧忘了 他不在了就不行了 汉人自古以来 只要是一有机会就会造反 就会动乱 清朝统治中国 两百六十七年 没有一年 哪一年说是满洲人内部 处在一种对立之中 你看不到这段历史 对吧 他总是能迅速地解决 自己内部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少数的主义 他当年征服中国的时候 等个民族才十几万人 能派出打仗的也就三万多人 他统治中国几十年 他的这个主义也不大 他内部经不起这种折腾 但是你看汉人呢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 汉人就不停地内斗 一直到现在台湾跟大陆 还是军事对峙 对不对 汉人从来也没有能力进行自治 没有能力说是我们讨论 讨论大神业协议 没有这个能力的基本上 毕竟做了两千年牲口 做惯了 他立了城市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现在大陆更是这种样子 仍然跟秦始皇时代 没什么区别 就是所有干部的这个 示威方式还是秦始皇时代的 但是呢 这种情况只有谁能改变呢 就是外民 就像中国的情况就跟伊拉克 所以大家呢 不要以为中国有什么特别 中国就跟南斯拉克 跟伊拉克 跟阿富汗 跟这个说马里人是类似的 他需要一种文明力量的 强行进入才能改变 否则他很难有什么改变 而从1800年到1900年 西方军队不断进入 到最后一次联军进入中国 占了一段时间 推动了刺席 刺席推动了中国的这个变化 后来呢 中国又开始重新又 开始又回到了他的反美 回到了他的原来状态 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 就是他的顶分 就是他反弹回去 他又回到了伊和团时代 因为呢 一代比一代领导人愚昧 可以说 实习以后的任何一代领导人 都远远达到他的思想境 跟他差距太远了 从来他能 甚至都对文明 没有最基本的认识 不知道什么叫文明 文明最起码一个互相尊重 就是你尊重你的爱人 尊重你的这个孩子 尊重你的这个 周围的同事 邻居朋友 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的 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概念 他没有这种最起码的这个尊重 从来没有把别人当成人 总是使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 从别人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抹去一些好处 即便两个人特别患战的时候 也想办法把对方换罪 他是充满了这么一种 仇恶的一种心态 希望别人出洋相 等等 他不是一种充满爱心 哎呀 要适可而止 不要喝 你看中国的到现在农村的这个酒厂 还是像我这样 灌醉 让你出洋相 仍然充满了 而且一聚在一起 分年过节 不是吃喝就是赌博 没有一点精神上的追求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 就北大清宝外的学生在一起 胡扯聊一些 又是聊一些吃喝完了 然后我们就大吃大喝 他仍然是停留在 两天几天的那种生活状态 所以说呢 慈禧的改革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中国可以这么说呢 国共两党的基本上就否定了慈禧的改革 袁世凯他们呢 北洋政府呢 想延续慈禧的改革 但是不能成功 也在于他们呢 毕竟是做农财做冠了 他们不具备那种雄品 比如说袁世凯在那种情况下 他还要去 先是解散了这个 后面再讲吧 解散了这个 议会 就集散了各省的这个质疑局 等等 这都是很荒唐很荒谬的事情 他也没有那种力量 而且巨大还想称帝 就体现了这个 这都是很荒唐很荒谬的 他们怎么能够跟慈禧小文明呢 所以慈禧才是 造成中国最近这一百年来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主要推动者还是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应该说找到了一个代理人 找到了一个 在这个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徘徊了长达四十年之后 终于决定 走向文明的慈禧 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所以慈禧才推动了其他中国的变化 其他统治者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因为你身边的人 都是很传统的 很愚昧的 很保守的 他不会 本能的就会反对所有的变化 所以即便你领导人想搞变化 也可能很快就给你推翻了 你现在中共上阵 几乎不大可能出现一个走向自由民主的领导人 因为他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 他都有自己的心思 比如他现在选择的习近平 最愚蠢最愚昧的 当时在那个候选人当中 大家就觉得他最愚蠢最愚昧 这家伙可能讲最听我们的话 出于私心 但是呢 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愚蠢 就是江泽民他们非常愚蠢 就他们毕竟是共产党 共产党人从本质上他是愚蠢 他没有想到选择了一位愚蠢的接班人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最后会反思你 他把你吃掉 这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懂的事情 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都不懂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尝试的 都是一些很愚昧之徒 稀里糊涂的就往前抱 所以他们怎么能够跟慈禧相提并然呢 慈禧那个时代可以说呢 到处都是租界充满了自由 尤其是慈禧 从1900年以后呢 包括传教士 在全国各地建立医院 建立学校 修筑铁路 这个建立电报等等的 就是西方 整个大局进入政府 就在慈禧在1900年 所以新军呢 更是他的核心 就是说呢 他像建立一支 现代化的这个西式军队 实际上 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 谁推翻了这个大清王朝 就是慈禧这两项重要的推动 推动执政院 精英 包括国民党 共产党的史学家 回顾新台革命也说 是新军企业 议会跟他们合作 因为人民他第一呢 他看军队 第二他看这个议会啊 你要光有新军暴动议会啊 反对你也不行 但是中国至乎以来呢 没有议会的时候就 就这个这个就是慈禧 推动建立起来的 新军也是 西方思想的人 单纲也是慈禧推动起来 所以说慈禧这么说吧 慈禧他不光葬送了这个王朝 但是他也葬送了中国的这个体制 但是遗憾的是呢 这个汉人到现在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而且呢 主要是对慈禧的攻击呢 是苏联人 苏联人对慈禧的仇恨在哪里面呢 因为当年这个 苏联人向东方扩张的时候 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时候 他有几个文强的地人 从西到东呢 西边呢 比如说德国 这个他的这个南方呢 是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他的这个东方呢 所以就是中华帝国 因为领土接了 所以说呢 他实际上 他跟这个中国人打仗是最多的 国家是俄国人 不停 几乎是打了几百元仗 在这个边境上 在西北边境上 你比如说就拿八国联军的时候 进北京的时候 八国联军并没有中中国各种 但是呢 老毛子不声不响的 就派了十七万军队 突然的一声不肯就占领了东北 所以慈禧的这个最后走向文明 也跟这一段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他主动发响之际 主动他的祖聚之际 满洲人历来都主聚在那个地方 世世代代的 居住那个地方 据他们自己说 已经有三千年历 四五七千年历史了 老毛子一声不响的占了 而且十七万大军 十七万大军 可以说这个 别说十七万大军了 就两万大军 守在那个地方 汉人那里拿他们没办法 清除了拿他们没办法 十七万大军就更加占了 所以呢 慈禧那时候呢 老子最大的一件事 怎么样能不能把他们缘走 这时候慈禧呢 你不排除他 向全面向西方学习 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得到西方的政治 支持 所以他后来呢 应该说是慈禧呢 得到了英美的支持 而且他的外交手段 你看从他不断的跟那个 外交官的那样 那个大室公使的那个夫人 在一起吃饭 通过他们进行交谈交流 实际上当时美英的报界 在慈禧是高度赞赏的认为 他是中国的支持 是鼓励的最杰出的一位同志 然后呢 慈禧最大的这个成就 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慈禧 作为政治家 首先是要有外交参与 你后来的同志 都不具备什么外交参与 比如袁世凯 二是一条案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他不具备外交参与 俊凯实际上是半外交出生的 他的外交参与远远比方刺激 至于蒋介石更是没有一点外交参与 他甚至都认不清楚 随时他的主要敌人 充其跟苏俄勾勾勾搭搭搭的进行合作 他刚刚实际上就是被苏联引诱的结果 欺骗引诱 或者在恐吓的结果 在西安事变恐吓 然后在后来跟他砍罢 就引诱所给予重金 去抗热 是我不同的 蒋介石非常愚蠢 在外交上非常不能的 只有慈禧 慈禧的外交参与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能利用日军 来为他驱逐俄军 当然不排除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史书都是当然了 但是呢 我的解读呢 应该慈禧作为三方不可否决的一方 就是慈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就是充分运用他的外交才能 使得西方社会通勤的支持的 站在大清关系 最后打跑了这个俄国人 而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呢 最能够体现慈禧才能的就是说 事前和事后应该说都有协议 就是他日本人并没有占领东山城 按照惯例来说 日本人我他妈打跑了东山城 我从俄国人手里夺了 那我自然就赞助他了 不就完胜了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应该是背后有英美的压力 慈禧就没有 所以慈禧呢 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 而政治家的主要才能是外交 慈禧就体向了这个才能 体向了这一点 所以慈禧是最懂军队的 他后来也就是 回想他历生执政四十多年的经验 他让人西方军队 东西方军队 根本就不在一个城市上 西方军队 大东方军队就像打猎一样轻松 就像当年他们大汉人一样轻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西方军队 打清帝国的军队 就像打猎一样轻松 就经常一亿两万 打几十万四几万 不是问题 而当年的这个满洲人 大汉人 打明帝国也就像打猎一样轻松 他也就是几万人 打几百万 都像打猎 他不是战争 不是战争 尤其是当时那个满洲人 打明帝国的时候 他更不是战争 因为民帝国的武器更先进 而且呢 有六百万之多的这个专业军人 就专门打仗 满洲所谓八级兵 不过就是民兵而已 几万人轻松年 就平时打猎 这种地 然后到打仗的时候 大家批刮去打 他们都是猎户 因为只能用打猎行用 否则他怎么能够征服 都已经上亿的这个汉人 怎么能够打死几百万汉人 只能用打猎来行用 对不对 不能够用战争来行用 战争我们都知道 杀敌一万自省八千 多省八千 至少也得省个两千三千万 那都不用的 满洲人根本经不起这样的蛇 一场战役 他如果省了一半 他就没办法打了 后来他的这个八旗兵 几万八旗兵 就在这个大小金川 四川那个地方 跟藏人作战 打了七年 结果就损失了 大概将近一半 后来就再也要省去战斗力了 我们家家户户都划不来 都说我们不能再打仗 我们不想再去打仗 我们尽可费地关注起来 我们不想再打仗 满洲人就再也没有战斗力了 再也不愿意去拼命了 张琳我们再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据说在清末的时候 慈禧还借鉴了书界的一些管理模式 比如说文明示范区的管理模式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 这当然是事实 应该这样说 中国从古代 从一个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社会 秦始皇体制过渡到这个 现代这个社会体制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说公安局这个概念 是西方人一来中国就建立了群体 这个医院学校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 还有交通 因为中国古代它就没有道路 一直到这个八国年 已经进中国以前 中国都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 这个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 文明生活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西方人带来的 最基本的你比如说 我们知道小孩子他除了从小到大 管车吃管车住以外 从小要到上学 这个学校是西方人带来的 对不对 人生病了要去看病 这个医院是西方人带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人要出门 要坐车 或者骑自行车 这些都是西方人带来的 我们生活当中的用品 如果你要检视的话 一万样东西 大概中国我们老公传给我们的东西 最多只有一到两样 就是万分之一万分之二而已 所以说呢 朱介当时就起了这个作用 他传播大量的这个西方方面 慈禧太后 慈禧在他最后八年里就大力推广 原本复制了西方的这个警察制度 也包括我们现在人的安全 他是依靠警察制度 警察巡警制度 这个都也都是跟西方人建立的 跟西方人传来的 所以说呢 慈禧呢 可以说呢 他当他决心学习西方以后呢 决心向文明 学习文明以后呢 他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推动 中国社会当时的那个愚昧什么情况呢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那时候呢 美国传教师呢 有一个传教师到了中国以后 发现中国人 就收割的时候 居然是用那个小剪刀收割 就是现在的中国人都不知道 中国人已经用小剪刀收割装甲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粮食 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 剪刀收割 这个一般人恐怕不知道 你实际上正常人 你拿这个剪刀用的时候 不要多 用了十分钟就让你剪东西 你的这个手就会烂了 你手牙就会烂 不知道应该成年人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连续实际上 使用十分钟手牙就烂了 剪装甲是一种什么感受 所以那个传教师看到 中国人一到收割季节 所有的农民那个手都烂乎乎的 裹着一层又一层的布 痛苦不弹 男女老少都是这样 因为他就弄了小剪刀 就张小条剪刀 一点点的剪 比如说把每一颗麦子 那时候西方传来的各种庄家 都一点点剪 麦子 这个大米 这个稻子或者小麦 或者竹子或者乌乌炸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要用一小剪刀 所以这个美国人非常惊讶 他就是给国内的教会写信 然后美国的教会 给他运去了 即使把镰刀 他把这个镰刀呢 他教给大家怎么使用 在一个收获集结 他教导村民使用 结果呢 一天时间干的活 超过他们的十来天 这很重要的 中国自古以来呢 他这个剪刀呢 小剪刀剪了一个要命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麦子也好 做过农业的 有点对农业有认识的人都知道 他收割的最好季节 往往就是那个 比如说今天 就适合收割的话 你昨天收割的不好 明天收割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还没有完全成熟 到了后天 他就可能力的饱满了 掉在地上 他都严重影响到产量 而且呢 还有跟天气也有关系 你万一 今天就该收割的话 你不收割 到了明天 后天 连续两天就去 那你就泡汤了 真是完蛋 你就很惨 所以说呢 用剪刀收割 你是干燥机没办法 就是一家老小都累得要死 但是收割不少 速度太慢了 可以说 跟镰刀相比 它的效率只有 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 所以这个传教士呢 就把这个镰刀带来了 带来过以后呢 他就开始用这个东西 教大家怎么做 他正当的收割了一天 村子里面大部分装甲 适时的都收割 从小是非常高兴 他觉得他为中国人民 终于做出了一个 巨大的贡献 感谢上帝 感谢天父 然后呢 美美的睡了一觉 觉得自己像一个 长生大将军一样 终于拯救了 这个极异中国人 农民的苦难 他为此他感谢上帝 但是呢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 他被急速的敲门声 含醒以后了 打开门一看 他看下呆了 上千秤名 站在他的门口 脸色贴清 他走出去以后 迎接他的就是 不是任何奖励 感激 都是想象不到的 他当时都正经了 以为自己可能要被处死 不知道他犯了什么 明天大罪 然后那个组扎 白发长长的 八九十岁的老人 中国历来都是老人 老人只会传承 老人向他宣判 判断 你这个东西 虽然戈脉子很快 和盗很快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东西 如果流传下去 还得了吗 我们清新空苦一年 种的这个庄稼 如果盗贼 拿了这个东西 一夜之间 就可以把我们的粮食 给收割走了 太危险了 一端 邪术 一端 邪术 立即吹灭 吹灭掉 我就把他的镰刀 全部给他砸毁 深深埋在地下 并且告诉他 离开这个地方 下次不需再带 这些东西来 也不准到我们这个地上来 否则隔啥无论 因为你既然把这些 类似于这个 能够提高生产率 十倍到二十倍的 一端邪术 一端邪术 妖术 带到我们中国 这个地方来 你罪恶滔天 太邪恶了 你就像这个基督教 一样邪恶 你就像耶稣一样邪恶 离开我们这个地方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的市场 我到香港的时候 我最震惊的 就是香港被英国人 管理了150年 当香港人称呼 这个外人英国人 为鬼仔 称呼英国女人 为鬼妹 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跟我讲的这个故事 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说中国人 他是因为他已经有两千年没有进步 他两千年基本上固化了 他过的是一种 深刻式的生活 就像深刻棚里面 大家生活习惯了 按部就班 所以说呢 实习推动了这种变化 然后呢 租借呢 真正带来了这种变化 是中国社会产生的变化 中国可以这么说 我那个生活在安徽 我就知道安徽城市里 大大小小的工厂 多半都是上海人建立的 实际上上海曾经占中国工业产生财富的最高的时候达到80%左右 就是说在日本人没有经营满洲之前 上海的经济规模能占了全国的80% 当然都是租借区 实际上那个租借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看过一段记录很有意思 一段历史记载 说那个山东那个威海的那个租借 每一家里面的老百姓 老百姓都知道租借好 因为他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自己家的房子 如果要是落在这个租借区里面的房子 马上就增值十倍 就在那买了 就是落一不绝的人就来买 你马上你的房子就涨十倍 就现在本来是十万的 哪里是一百万啊 所以呢经常夜里面 他们偷偷摸摸的 就把那个租借的那个界的转移 往中国这个地界给转移 弄了那个英国官员 领事官跟那个中国官员都无可奈何 当然因为那时候 中国也没有严格的地图 大家也弄不清楚 当时确定一个地方就确定一个地方 但是却经常发现他不断的像中国是 全国各地的租借都是这样 都是被中国人民暗中那个 还有一个你就看人民都疯狂的往租借跑 你现在让中国人选择的话 可以这么说 就中国的高杆子 就不要说了 中共中央委员的家属 现在百分之九十九 他都会选择拿一个租借的公民证 对不对 所以说租借呢 对中国带来了文明 慈禧太后呢 推广了这种文明 慈禧太后 庸承了这个文明 推广了这个文明 因为当时如果慈禧 要是坚就不允许租借的话 也是可以的 就从一开始 但是呢他一开始应该说他就是支持租借的 或者是永远租借的 而且到后来呢 在他八国人已经推动中国 进入北京以后呢 他就开始大力的推广租借的管理制度 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社会的 现在生活的基本模式 还是西方式的 虽然他的核心思想还是秦始皇室的 他的政治理念还是秦始皇室的 他的这个生存理念 中国人民也还是秦始皇时代的成名的 但是呢 他的外在的生活状况 完全是租借式 是西方式 包括中国人现在的服装 也都是 就跟刚刚说我说的 保持中国传统的东西都不到万分之一 其他你随便你在家里面 你找出一万件东西 基本上都是欺世的 或者租借式的 所以说呢 这个租借对中国呢 它就是文明示范区 你看那个深圳就是一个经济主界 一个简单的经济主界 特区 实际上就是一个 邓小平做了一个拙劣的翻版 他就对中国的经济起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示范作用 应该说深圳经济模式对全国 都是取着一个巨大的这个 就像他这样一个辐射一个光源一样 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 他从一种官办经济 变成一种有竞争力的这个 这个经济 而且呢 能够最终赢得GDPD 这主要就是 也是得利于两块租借 就是得利于那块租借 就是上那个香港 也就是说英国人利用这个租借的配照 造就了大量的人才 然后这些人才进入中国就是所谓的外商 实际上90%的外商都是香港人 找香港人做代理 实际上这就是租借 为中国所准备的这个东西 准备的这个 中国现在的经济成就90%的功能 应该算在英国人头上 算在租借头上 明显的就是香港租借 就是中国人现在所有的工厂 商业活动 经济活动 基本都是港式的 慈禧太后的这个推广 是有具有深远意义的 实际上邓小平又过了这个 一百 将近一百年几十年之后呢 又重复了这个过程 而且做得很着力 而且呢 因为当年呢 慈禧太后永远的租借呢 是全方位的 直接就是西方人管理的 所以他是政治文化 各方面都有 宗教都有 但现在的租借 他就仅仅变成了一个经济租借 就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生活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呢 赵紫阳曾经在88年的时候呢 想把海南也变成一个 政治租借 可惜他没有成功 他那时候曾经提出来 海南要开放 搞政治这个特区 但是没有搞成 要搞成的话 他就可能成为一个 更接近于西方租借的东西 所以租借对于中国的这个近代化 起了一个局地性的这个作用 应该说呢 西方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就是 一个是军队进入 打击他的统治 让他的统治做改变 改变观念 让他吸取教训 而此时呢 是有能力 是一个能够总结经验 教训能力的这个统治者 然后呢 西方人又具体呢 做了一些示范区 文明的示范区 而且呢 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投资也很大 你香港 中国到现在为止 中国最有钱的房子 还是在 就是这样 在两百年以后 其他地方的房子可能都完蛋了 但是英国人在中国 香港盖的房子在上海盖的房子 还有西藏人自己盖的那个房子 不会倒掉 就汉人所有的建筑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九都会 自动的就在过一百年 两百年 甚至一百年以后都完蛋了 他们的房子还会在 我有一个考察 就是除了英国人在中国的那份房子 就是西藏人盖的房子 就之前 因为他那个房子 三百年五百年内 他是石头气的 大石头气的 他有一种宗教建筑 他的那个身材非常坚强 倒不了 就是实际上汉族内地的最好的建筑 也都是佛教建筑 包括你的北方城市最典型的 到洛阳 什么隆盟寺库 什么白马寺 到这个北方城市里面 所有像样的建筑都是佛教建筑 所以说呢 西方人当然 英国人盖的房子更好 因为他们的地质更有研究 为什么香港的房子都盖在山上 就跟曼哈顿 为什么美国人最好的楼房 都建在曼哈顿 曼哈顿就是一个巨大的严实 他地质条件非常好 适合于高层建筑 其他地方 你要上海浦东 他将来都要付出代价 因为他随着底线将来的建筑 可能很多都要完蛋 都要毁掉 都要被放弃 张宁先生认为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源于清政府纵容议和谈 对外交官员和基督教徒的残酷屠杀 当时的清朝政府 自不量力的 竟向十一国主动宣战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推动了中国的进度 慈禧太后 随后展开了 声势浩大的力线运动 他发布 清定宪法大纲 开展了大规模的立法 废族 妇女 残族和八国 设立了具有议会性质的制议局 并设立新军 尽管清朝已经到丰族残年 但慈禧 开创的最后十年 竟成为中华民族 少有的黄金十年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张宁先生 明镜与跟 Weber 照顾 , 谈